大家好 我是本部 在北京各式各样的中美文化交流活动中 有一个是我每届都关注的 一是因为这活动是真好玩 二是因为这个活动的起源实在是太传奇了 这活动就是北京至巴黎汽车拉力赛 说到汽车拉力赛 您脑中可能出现的画面是这样的 但北京至巴黎汽车拉力赛的画面是这样的 您看到了吗 这个赛事参赛的汽车都是老一车 甚至还有100多年前的款式 这是因为这个赛事的第一届 正是在100多年前的1907年 参赛队伍从大清朝统治下的北京东郊民县使馆区出发 出德尔门走青河沙河昌平县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 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 宣化于里人张家口 这点词好像串了 不过这也确实是1907年拉力赛从北京出河北的路线 之后车队从蒙古到俄罗斯一路向西奔向欧洲 最后开到位于巴黎的晨报报社 全程15000公里 那为什么终点要设置在一个报社呢 因为这事他就是这个报社调起来的 咱先交代一下时代背景哈 1886年德国人卡尔弗里德里奇奔驰先生 拿到了世界第一项汽车发明专利 这世界上从此就算有汽车这么个东西了 21年以后的1907年 全世界已经有了众多的汽车品牌 现在咱们知道的奔驰 福特 凯迪拉克 雷诺 菲亚特 就是斯科达标志等等 全部在那时候就已经创立了 但那时候的汽车还是贵族们的独享玩具 远没到普及 更甭说什么长途旅行了 您也甭担心有号 号有的是 这时候有个法国报纸 热妈当中文的意思就是早晨 这个热妈当就是这晨报 他们发起了一项挑战 说是谁敢参加今年夏天举办的北京至巴黎 汽车拉力赛 这个消息登出去 那回复可热闹了 其中一位回复道 我报名参加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 开一辆伊塔拉牌汽车 我想尽快得知本次拉力赛的细节 以便能做一些必要的安排 最后署名是西皮奥伯盖赛亲王 这位还真是个意大利亲王 纯贵族 人家本来已经在大选中当选了 意大利国会下议院的议员 一听说这拉力赛马上就提掉了辞诚 要先去拉力再去当官 之后陈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举办了 组委会大会讨论比赛事宜 您想这比赛又穿过多个国家 而且当时中国是在封闭落后的清朝末年 别的不说哪来的路让汽车跑 另外当时晚清政府对于这样的活动 或者说对于汽车这个东西本身 它是很抵触的 1900年八国联军刚刚来过 抢走了咱多少东西 这又要开着几台自己能动的机器 从北京往外跑 这不是又来改了东西的 就是来踩点的 而且这比赛选手里还有一位意大利亲王 这肯定又没别好屁啊 所以清政府通过外交手段 也给比赛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什么不给批文了不发通行证呢 最后啊闹的连组织者都觉得这个比赛它就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尽管如此 各路人马还是纷纷的来到了北京 1907年6月10日早上 五辆不同品牌的汽车在北京东郊民县使馆区集合完毕准备出发 而之后一路上的神奇恐怕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1907年的中国正处在清朝末年 当时的皇上是光穴 那会儿正在中南海营台里关着郁闷着呢 京城老百姓们自顾自的生活 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7年前羊鬼子杀进了以后的各种暴行 还在掩头了 劲还没过去呢 所以他们对于羊人玩的东西是又害怕又欣赏的 一开始报名参赛的一共有25辆汽车 但最后6月10日早上出现在东郊民巷的只有5辆 分别是一辆6马力的康泰尔三轮汽车 两辆10马力的步盾 一辆15马力的视觉 还有意大利亲王伯盖赛的40马力的伊塔拉 每一辆汽车上都配有一名机械师 还有一名记者 以便随时发电报实时的报道赛事进度 说到这您听着还都觉得挺靠谱的对吧 但我告诉您 那时候出了北京德尔门 就是各种土路荒路石头路 要想到蒙古就要翻过阉山山脉 那时候人们出行都是骑马骑驴 根本没有汽车能走的路 这一路上电话也没有加油站也没有 互联网那90多年以后才出现的东西 那北斗导航您就更蒙题了 跟着意大利亲王伯盖赛汽车的记者叫驴基巴金尼 他的名字我一念我就觉得应该这么念 这么念顺嘴驴基巴金尼 他记录了全部的旅程 咱今天就说北京到张家口这段 那这段北京偏北的路程听着真够劲 那要说这意大利亲王伯盖赛做事还是靠谱的 他先到了北京 然后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自己骑着马走了一遍北京到张家口的路 手里拿着一根和车宽一样的木柜 测好了路线 哪些路车可以通过 哪些需要绕道 这位亲王他也不是一般人 本身人家就喜欢探险 登山骑马 这都不在话下 人家家里也有十几辆汽车 驾驶经验也算丰富 所以为了这次拉利赛 博盖赛亲王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首先就是要改装汽车 车上装上了一个150升的大油箱 还有四个可以随时拆卸的巨大的挡泥板 沿途的补给工作 他联系了俄国一家叫做诺贝尔的石油公司 这家公司在整个西伯利亚都有油矿 他们资助这趟旅行 可以帮助他们打通一条开车的路线 当时还有家银行叫华俄银行 他们也对这趟旅行感兴趣 他们通知了各地的分公司 要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是这些都是在到了张家口以后才有的 那北京到张家口依然是最难的 第一个难题就是南口 因为在那里之前只有人和马走过 根本没有路 那时候的汽车也不具备什么越野能力 伯格赛亲王亲自探路后得出结论 光凭车自己是不可能通过的 怎么办人力上呗 于是啊 这亲王联系了一家北京的私人运输公司 老板一听 呦 杨大人给发活了 哥几个上吧抄家伙 于是啊 这一帮人疯疯火火的就到了 到了一看汽车就傻了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怎么抬啊 这个 伯格赛亲王一看他们犹豫了 就问啊你们要是不行 我们可以换人啊 没有关系不要勉强 这领头的一听这话 他来劲了 不瞒您说杨老爷啊 我们家祖上就是干这个的 什么没抬过 当年皇上那大石棺材 那就是我爷爷的爷爷 和我五舅老爷两个人抬你去的 伯格赛亲王一听啊 就觉得不对路子呀 就问旁边的人 这哪找运输公司啊 旁边这位告诉他 这是北京东指门内 一家点赞最多的物流公司 杠房五流抬棺材的 呵伯格赛亲王一听这气 那人都到了 时间也不敢趟了 试试吧 就看这十几个苦力啊 撬棍架子呀 一通上那上 最后也没能把这车抬起来 这领头的转过身来问那亲王 您看我们几个啊 不是没绑子力气 您那东西它忒沉了 要不您看这样 要不您卸点分量 我再给您添两口大声口 这肯定能抬过去 要说啊 这伯格赛亲王 他也是干事的人 于是 就把什么真皮座椅啊 高级音响啊 无钥匙启动 蓝牙什么的豪华配置 全拆了 同时和拉车的苦力团说好了 咱们在南口会合 从那里车就需要人拉了 这帮苦力就是被雇来拉车的 拉力拉力拉车的苦力 6月10号早上8点 车队准时出发 那出城时啊 怎么被京城老百姓围观 咱们就不讲了 那车队到了清河就遇到了第一个障碍 那那里有一座明朝的汉白玉石桥 车在上面颠簸不说 这车轮啊还打滑 最后这伯格赛亲王把挡泥板拆了铺路 勉强的算爬过了石桥 等到了南口 他已经是下午3点了 那间运输公司啊 杠房物流的苦力和大声口也到了 伯格赛亲王一看啊 这几座大声口 他就是一头骡子 一匹老马 还有一匹白色的小毛驴 这领头的又说了 伯大爷 这三匹声口 您别看得起毛不扬 但是他们祖祖未备都是干 这个的 您看这小白驴没有 他的爷爷的爷爷 那当年就是抬着皇上的大声官往里走的 旁边这边说 别说别说别说 这亲王骑在这小白驴身上 俩腿都能够着地了 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 但没办法 都到南口了 也不能这会儿回去换供应商吧 硬着头皮上吧 于是 这二十多个苦力 一头骡子 一匹老马 一匹小白驴 拉着伯格赛亲王的一坦拉骑车 在泥路 石头路 山路上 艰难的向张家狗 开始挪动 那根据随行记者 驴器把经历的记录 这一路上 他们经常被抬着轿子的人超过 那坐轿子的 没有不拉开帘看看的 哎呦 哎 你看这洋人啊 会玩啊 这是个马车啊 还是个洋车啊 二多个人拉啊 三头牲口 瞧瞧拉着这费劲啊 这大铁家伙啊 弄个木头的好不好啊 苦力们拉车上山的时候 还都得喊劳动耗子啊 当你在翻山越岭的那一端 我在思念的路上没有尽头 博赛亲王每次一听到这一段 就鼓励他们啊 翻过这座山就给你们结账 你们可不能没有尽头啊 这一路上 无论车走到哪都会有人围观 很多人都喜欢往车底下看 他不是在看什么机械装置 而是看啊 这帮洋人到底把拉车的牲口 藏在什么地方了 这大铁车自己能动 一定是有牲口拉的 上坡下坡过河现泥潭 博赛亲王 机械师还有记者 绿基巴金尼 三个意大利人 还有这二十多个中国苦力 不畏艰险共同协作 到最后 苦力们都会用意大利语 他说前进 后退 使劲 6月14日 经过了四天的艰难险阻 博赛亲王的伊塔拉汽车 终于抵达了张家口 现在北京到张家口 188.7公里 开车三个小时 1907年开车需要四天 而且还要配上几十个苦力 和几头大牲口才有可能办到 那苦力们一直把博赛亲王 护送到出张家口 有三十经里的蒙古边境 从那里开始就是平坦的大草原 苦力们也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回北京了 博赛亲王要驾车继续完成这次旅行 那之后的路程也并不简单 无论穿越草原还是戈壁 每一辆车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咱们以后有机会再细聊 1907年8月10日 博赛亲王开车 驶入了巴黎晨报报社 率先完成了挑战 而另外两辆布顿还有那辆视觉 就过了20天以后才到达 本来这视觉还能早到点 后来他的司机查理斯 在柏林因为涉嫌行骗给抓起来了 人说多不靠谱 那工厂不得不又派了个司机去接车 而那辆康泰尔三轮汽车 在穿越戈壁的时候就退赛了 第一届北京至巴黎汽车拉里赛 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因为国际政治的原因 这条路线再没有人跑过 1990年1997年类似的比赛 举办过两次 但路线都重新进行了规划 直到2005年 博赛亲王开辟的北京到巴黎的 开车路线 才再次可以通行 那一年距离咱们刚才聊的旅行 已经过了98年了 最后一天见到 真好吃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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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古道银 巴黎古道银 这个地区 明天早上通常要了解路防进行 谢谢大家